透过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 各位好 欢迎走进今天的超级新闻场 社会透明度 我是任良玉 近几年 网络反腐 情人反腐 扳倒的官员早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 最近连小小的U盘也成了反腐新力量 6月19号 有网友在微博当中说 某人路边捡到一个U盘 你信吗 但是内容很劲爆哦 这微博立刻引来了围观 爆料内容确实够劲爆啊 有图有真相 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图 这是一张表格 表头写着 银川某地产春节送礼名单 下面的内容非常的详细 是这家地产公司 在宁夏中卫市的送礼记录 从左到右 很清楚 标注的有单位 人员 这人员上至中卫市副市长 下至农信社主任 47名政府官员都位列其中 涉及到工商地税等等 20个政府职能部门 送礼的金额 大家看看啊 有3000的 有2000的 有1000的 分为购物卡 储值卡等等 三种形式 这个备注一栏 注意看一下这一栏啊 这一栏更是赤裸裸 注明了对所送部门的需求 你比如卫生监督所 注明的是卫生许可证 肯定是为了办卫生许可证嘛 政务大厅 为什么给他们送储值卡1000元呢 是为了办理各类证件 注意看啊 编号再往下看另外这张图 这是头一张表 再往下看 编号37 你看到没 已经用红框框框出来了 宗教局 这宗教局跟地产公司 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地产公司得有什么事 要求宗教局呢 你看备注啊 备注写得很清楚啊 叫办理清真食品证 好家伙 是个衙门都有油水啊 可惜的是 地产商如此全方位的送钱 怎么偏偏就没有保管好优盘呢 我不用解释了啊 我怀疑这次又是临时工干的 只是被人这么一统 公司再向往大了发展 哎呦就难咯 目前呢 中卫市政府回应说 中卫市纪检委回应说啊 名单却有歧视 送礼卡片也在收回 只是我在想 从春节到现在都半年时间了 这卡片应该也消费的差不多了吧 收是能收回来 收回来的是空卡咯 钱没有咯 我们来看看媒体对此事的评论 东方网上的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 有一种反腐 叫捡了个U盘 文中说道 假如U盘没有丢 假如媒体没有跟踪报道 当地纪检部门会及时介入处理吗 可能性恐怕不大 根除社会丑陋现象 不能寄希望于捡了个U盘 这样的小概率事件 而要靠完善的社会监督 制约机制来推进 对于已经拔出来的萝卜 和带出来的泥 希望相关部门不要装聋作哑 甚至助纣为虐 能否让受试者受到应有的处罚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